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鱼被恶网围住 鸟被网坡捉住 或或换忽然临到的时候 世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 据我看乃是广大 就是有一小城 其中的人数稀少 由大君王来攻击 修竹银垒 将城围困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我就说智慧胜过永利 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 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那么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这些经文描写的是 有一些跟我们好像 这个传统的智慧 好像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这边想说 这个 想要赢 想要得胜 想要得粮食 得吃的 得资财 得喜悦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 想要获得的东西 但是在这里大家就会讲说 这个快跑的未必能赢 立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自在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那么这些就觉得 然后跟我们说 那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努力 我们想要赢在起爆点上 我们费了很多的功夫 我们花了很多的知识 去想要去获得赢的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却未必会得到 但是这个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难以去理解 因为我们的确是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般听到的都是人家 好像成功的故事 好像这个 有名有努力 有权的这些很好听的这些故事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 是人家的失败 或者是这个人他在成功之前 他失败了很多次的 这个也是我们所没有听到的 我们不会去特别的去听到这些故事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努力 花了这么大的精神 我们去做了这么多的策划 的预备 那结果呢 我们却不见得说能够赢 能够得胜 能够得到这些钱财 得到这些喜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经文继续下去 这个索隆文还继续下去 他说日光之下有一个智慧 据我看来是广大 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城有人来攻击 结果呢 这个贫穷的智慧人呢 就用智慧救了那个城 但是呢 却没有人机会 纪念那个穷人 但是他说智慧胜过勇力 智慧胜过勇力 那么通常 好像也是这样的 当我们有问题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去找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通常会去 可能会去找一些 我们觉得有办法的 有权 有势 有能力的这些人 想要来 听从他们的意见 听从他们的帮助 但是有的时候 这些人给的建议 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呢 这也是非常难讲的 所以索隆文在这里说 宁可在安静之中 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人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那么我就想到说 很久以前 我自己在学校的一个 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那么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外国留学生 那后来呢 后来我也信主 那么信主之后没多久 那我就想说 哎呀要 那时候外国留学生 基本上都很希望说 我快点毕业嘛 因为学费非常的贵 那我那时候就 激发了说 我这堂 我在两 在未来这两学期之后 我要拿哪些课 哪些课这样可以毕业 但是很不巧的 有一堂课 我要去拿那堂课 结果那堂课满了 我没办法拿 那么我结果 我没办法 我只好去拿了另外一堂课 但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 我自己才发觉 就是说 原来我 如果按照我自己 去拿的 我想要拿那堂课的时候 我反而没有办法准时毕业 反倒是因为 我后来去拿了这堂 我不想拿的课的时候 或者说我没有办法拿的课 没有办法请我下去拿这堂课的时候 我反而能够准时毕业 那么在当时 我不能拿那堂课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的难过 非常紧张的 一般是后来 我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多久 但是我决定说 我还是来做个祷告 那么我祷告之后 我就是把这件事交为神 信念 后来我觉得也是有平安 那么我去拿了这堂课 结果后来也很surprise 我发现 就让我 我后来拿到了这堂课 才能够让我准时的毕业 真的是这个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我就是想到 就是说 很多时候的确 当我们真的是有困难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还是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想法这些办法 我们去依靠自己的智慧 或者是依靠这些有智慧有能力的人 但是我们不会来到真正有智慧的人的面前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神的面前来求告他 或者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求告我们的神 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不是非常的踏实 那么我想这些 那么我想这些其实还是一样 这是回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 以及我们对神认识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 就是说就像有人所讲的 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神有多大 我们在世界上所遇到的问题就会有多像 这是称义反比的 的确是这个样子 那么的确我们的神是 就是就像世人所说的 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们的帮助是什么 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 如果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 我们说真的还有什么可以难得过他 任何的事情对他来讲都不是大事 都是小事 所以真正的有智慧是什么 真正有智慧是什么 就像我们这边最后经文所看到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那么我觉得索隆在这个传道书当中 也写得非常明白 在我们真言中都看到 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真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 那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是谁 其实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来到我们神的面前 来祈求来祷告 当然我们要做我们的努力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说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最重要的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 不然它我们所做的完全就是突然 就像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上所写的 就是说我们这些不管我们怎么样子的 不管怎么样子的有力 不管怎么样子的快跑 不管怎么样子的有智慧 那都是虚空 好 那么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我们就像知道说 在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所缺少智慧的 我们就当到 那给我们智慧的神 那里来祈求 主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 忘记了我们最大的帮助 我们最大的智慧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的神那里 我们真的是恳求神你的圣灵 真的是来提醒我们 常常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 最重要的最主要的 就是来到圣灵自己的面前 我们相信当神 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祢所给我们的试炼 必不大于我们所能够忍受的 但是主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 却是最及时的 可能不是在于我们所想要的方式 或者是那个时间 但是主啊 我们知道 祢绝对不会出错的 我们谢谢祢 感谢主 祢自己 常常成为我们的帮助 感谢主 祢自己听我们的祷告 帮助耶稣基督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主